第55章 金色生活 刚走到金色生活门前 叶音竹和苏拉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贵气 与飘蓝轩的青雅截然不同 从外表看去 金色生活就像一座巨大的金色城堡 虽然天色刚刚暗下来 但这里已经是一片金碧辉煌的景象 耀眼的金色宫灯 几乎充斥在整座饭店每一个地方 门前一共20名身材高调百里挑衣的美女身穿 但金色长裙站在入口两侧 她们脸上都带着最甜美的笑容 恭敬地请每一位前来饭店的人出示自己的贵族身份 然后将她们引入大门 不要以为这些美女站在这里迎宾就是出于封尘 金色生活为了满足所有客人的虚荣心 在这里的所有女性服务人员 一律都是处子之身 且年纪在二十之下 其中甚至有一些还拥有着贵族的头衔 能够来这里工作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毕竟这里属于皇室 待遇之高 更是冠决米兰帝国 一些普通的贵族 甚至以能够取到金色生活的服务员而自豪 至少她们可以证明 自己的妻子绝对是最纯净的处女 因此 这里的服务员虽然看上去干着普通的工作 可每一个都眼高于顶 真的想要与她们发生点什么 你没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入口处上方 悬挂着一个直径超过五米的巨大水晶宫灯 其中燃烧的 竟然是金色的魔法光芒 这种金光是如何产生的 那是炼金术士的杰作 但是这一个灯的价值 已经可以买下一间不错的饭店了 看着眼前的金色生活 它越华丽 夜阴竹脸上的苦笑就越多一些 这要我多少年的工资 才能付清这一顿的饭钱啊 苏拉很有幽默感地微笑道 妮娜主任的意思 恐怕是吃过这顿饭后 你就要卖身给米兰魔舞学院了 夜阴竹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那我们还要进去吗 不如溜吧 苏拉扑痴一笑 道 你不怕妮娜主任 明天拿着菜刀杀上门来 你就溜好了 无奈地叹息一声 那还是进去吧 好不容易负育点 一朝回到贫苦时 一边说着 夜阴竹带着苏拉朝入口处走去 刚一接近 立刻有一名金色少女迎了上来 夜阴竹英俊的面庞和高贵的气质 不禁令她有些惊讶 很自然地忽略了一旁相貌普通的苏拉 微笑着向夜阴竹道 先生 请您出示贵族徽章 每一个贵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徽章 徽章上的纹路代表含义越多 就证明她的家族出身越高贵 像马尔蒂尼的紫罗兰家族徽章 就以紫罗兰为底 再加上爵位的代表印记 这些贵族徽章 都是由米兰魔法师工会统一制作的 其中的魔法烙印根本不可能假冒 夜阴竹手中空间戒指一亮 那没象征着她自己紫爵地位的徽章 就已经出现在掌心中 紫爵的徽章很简单 圆形的银色基座上 有着一个金色的石字 金石字中心镶嵌着一颗黄豆大小的秘银 由于夜阴竹 并不是出身任何米兰帝国的家族 所以她的贵族徽章基座 自然空空如也 并没有装饰图案再上 金色少女看到夜阴竹的徽章后 眼底略微闪过一丝失望 心中暗想 她的气质这么高贵 而且这么英俊 可惜却只是个子爵而已 也没有什么家族背景 真是可惜了 对于在这里工作的服务员而言 攀上高知自然是他们最渴望的事 但身份高贵的贵族 不是已经有了妻子 就是相貌不敢恭维 想要寻找到一个品贸地位 接好的贵族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对于品贸不错的青年 这些服务员们都会特别地注意一下 夜阴竹的外貌虽然没问题 但她的爵位还不符合眼前 这金色少女期待的条件 自然而然地就被过滤了 这位先生也麻烦您出示一下贵族徽章 好吗 金色少女很自然地转向一旁的苏拉 之前夜阴竹虽然没有注意到金色少女眼中的失望 但苏拉却看到了 作为刺客 她的观察力是极为敏锐的 淡淡地道 我是她的侍从 夜阴竹惊讶地看向苏拉 苏拉 你怎么 没等她说完 那名金色少女已经微笑得道 对不起 在金色生活 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位客人最尊贵的享受 我们的服务人员都是最好的侍从 只有麻烦您在外面等待了 虽然她依旧非常职业性地微笑着 但话语中却明显距人语千里之外 夜阴竹眉头大皱 她是和我一起来的 难道也不能进去吗 金色少女微笑摇头 却始终挡在苏拉面前 夜阴竹看向苏拉 正好看到她眼底闪过的一道黯然 不禁有些微怒地道 既然不让进 苏拉 那我们走吧 苏拉淡然一笑 道 阴竹 别这样 妮娜主任他们还在等着你 你进去吧 我先回去了 在宿舍等你 金色生活有金色生活的规定 既然来到这里 我们也要遵守人家的规矩 不是吗 确实 夜阴竹也拿眼前的情况没什么办法 从始至终 那金色少女始终保持着微笑 说话的语气也都非常客气 她总不能去为难人家一个服务人员吧 金色生活的客人很多 这时 随着人流的增加 那些金色少女们已经有些忙不过来了 和夜阴竹他们交谈的少女 见他们并没有强闯的意思 也就不再阻拦在他们面前 这时 正好有一名青年走了过来 夜阴竹身前的金色少女明显眼睛一亮 快步迎了上去 奥利维拉少爷 您来了 快请进 这位是您的朋友吗 夜阴竹回身看去 只见奥利维拉和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正好走到门外 那金色少女对她的微笑可要真诚得多了 幸好她的职业道德还不错 并没有贴上去 但她的眼神明显是那种千恳万恳的 金色生活的入口非常宽阔 奥利维拉并没有注意到 旁边十余米外的夜阴竹和苏拉 只是微笑着和那名金色少女说了句什么 就带着和她一起来的那名青年走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 夜阴竹不禁心中一动 高声向那金色少女道 麻烦你过来一下 因为她的声音大了些 顿时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目 那些服务的金色少女倒还好 前来金色生活的贵族们 却大多流露出鄙夷的神色 显然很不满夜阴竹在这里的喧哗 那名金色少女脸色微微一变 赶忙快步走了过来 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子爵先生 麻烦您小点声 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好吗 夜阴竹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道 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刚才奥利维拉带来的人 就没有出示贵族徽章呢 而我的朋友为什么就一定要出示 如果我记得不错 奥利维拉应该也是子爵的爵位吧 金色少女愣了一下 流露出一丝好笑的神色 奥利维拉少爷 是米兰之顿马尔蒂尼元帅的孙子 是紫罗兰家族的成员 作为公爵的子孙 带人进入自然是可以的 只是数量被限制在二人以内 这是我们的规定 嘴上虽然做着很合理的解释 但她的眼神却像是在说 你是什么身份 也想和奥利维拉少爷相比吗 爵位固然重要 但家族却更加重要 夜阴竹的眼神冷了几分 轻轻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麻烦你看一下 我这枚徽章能够带几个人进入呢 一边说着 她手上光芒在闪 那枚代表着子觉的徽章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枚要大了很多的徽章 徽章上方呈现长方形 下方是尖锥状 上面由红与黑 各三条金属镶嵌而成 红色的是极为珍贵的赤金 黑色的是乌金 在整块牌子的正中央 用璀璨的钻石 镶嵌成一个盾牌的形状 中间是整块的红宝石 雕琢而成的石字 金色少女的瞳孔瞬间收缩 手中迎客的记录板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 以比刚才叶音竹叫他时 更加夸张的声音惊呼道 赞美法兰 这是 这是 米兰红十字顿徽 家族的徽章再高贵 也只是代表一个家族 而整个米兰帝国最高贵的徽章 就是皇室的米兰红十字顿徽了 那是只有米兰皇室直系成员 才能够直接拥有的 那可是象征着整个米兰帝国呀 除了西尔维奥大帝不需要以外 这种徽章在皇室中 只有他的子女香鸾和费斯切拉拥有 而将红十字顿徽赏赐给非皇室成员的是 西尔维奥大帝只做过两次 一次 是在西多夫元帅在一场战争中 以一人之力力退强敌 并且将沦陷包围的西尔维奥救出来 而另一次自然就是叶音竹了 作为高瞻元主的一代帝王 西尔维奥在得知了秦城空木龙吟一战的详细情况之后 就已经开始拉拢叶音竹 这枚徽章 就是他送给叶音竹用来出入皇宫的凭证 子觉的爵位也好 秦城的领地也罢 其实相比起来 都远远不如这枚徽章的价值 这枚米兰红十字顿徽 才是西尔维奥大帝对叶音竹在秦城 一战真正的赏赐 只不过那时候的叶音竹 并不是十分明白而已 寂静 整个金色生活入口处 完全陷入了一片寂静 往来的贵族们和那些金色少女的目光 全都定格在叶音竹手中那枚 闪烁着绚丽华彩的徽章之上 你还没有回答我 这枚徽章可以带多少非贵族 进入金色生活呢 叶音竹平静地追问道 金色少女反应过来 她脸上的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极度的惊骇 大脑中一片空白 这可是米兰红十字顿徽啊 难道她是费斯切拉王子吗 不 王子是武士 而她却明显是一名魔法师 可是米兰红十字顿徽 却是不可能假冒的呀 您 您请进 米兰红十字顿徽 带人的数量不受限制 战战兢兢地回答着 金色少女的身体在颤抖 甚至连下身都有些失了 当然 那不可能是兴奋的 而是吓的 我们走吧 叶音竹微笑地看向苏拉 苏拉也回忆一个笑容 两人就那么 在所有人的目送之下 走入了金色生活 原来权力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一边向里面走着 叶音竹有些感叹着说道 苏拉淡然道 如果不是这样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会如此地追逐权力与财富呢 米兰红十字顿徽出现的消息 第一时间传入金色生活 叶音竹和苏拉 刚刚走进金色生活大厅 立刻就有一名 身穿暗金色长裙的角色少女 迎了上来 虽然她的姿容和香蓝 比起来还有些差距 但也绝对是兰西 雪灵 那一级数的了 尊敬的客人您好 我叫彩儿 请问二位想用些什么呢 我可以为您全程服务 虽然她的笑容 和外面的金色少女 比起来要淡了许多 但看上去 却也真诚许多 声音柔柔的 听起来极为舒服 叶音竹道 我们是来找人的 应该是妮娅奶奶订的房间吧 一边说着 她打量起金色生活的大厅 从目测来看 她完全无法计算出大厅的面积 因为这里的装潢 实在太金碧辉煌了 如果用金色作为装饰 会显得俗气的话 这里就是俗气的升华 到处都是耀眼的金光 似乎金色生活 完全是用黄金铸造的一般 每一个细微处都极为考究 甚至还有一条金色的河流 蜿蜒穿插在大厅之中 彩儿惊讶地看着她道 您是不是姓叶 叶音竹点了点头 彩儿眼底流露出一丝恍然 眼中的尊敬甚至更多了几分 叶子爵 还有这位先生 请跟我来吧 妮娅小姐订的房间在顶层 叶音竹听彩儿称妮娅为小姐 不禁笑了起来 妮娅奶奶今年总有六 七十岁了吧 你怎么还称呼她为小姐 彩儿很自然地微笑道 因为妮娅小姐还没有成亲 对于没有成亲的女性 不论年纪 我们都会以小姐来称呼 一边说着 她带着叶音竹和苏拉 来到魔法梯处 将两人引了进去 叶音竹此时已经无法形容周围的一切了 到处都是黄金与各色宝石的装饰 即使这魔法梯也不例外 这是用空间魔法附加其中的一种魔法道具 需要使用的魔法石数量不少 用在饭店当作自动升降梯 恐怕也只有金色生活舍得了 彩儿在魔法梯旁的按钮处轻按一下 魔法梯门自动关闭 平稳上升 通过眼前的水晶门 还能看到一楼的全景 那种滑贵而舒适的享受 确实令人有种全新的兴奋 彩儿微笑道 叶子爵 您就是那位秦城领主吧 叶音竹一愣 道 你认识我 彩儿感激地道 谢谢您在秦城所做的一切 虽然我并不认识您 但我的家就在普利亚平原的北方 如果受人通过了您的领地秦城 穿越布伦那山脉的话 恐怕我的家乡就要惨遭屠戮了 我代表我的家乡由衷地感谢您 您是帝国的英雄 叶音竹微微一笑 道 我可没你说得那么崇高 当时只是为了保住我们大家而已 第一次感受到崇拜的目光 还是一位美女 她不禁有些不好意思 还好这些日子的魔力 已经令她变得成熟了许多 魔法梯停了下来 金色生活一共有七层 此时 他们就在顶层了 彩儿一边引着二人走出来 一边介绍道 顶层是我们金色生活中 最华贵的场所 只招待伯爵以上爵位的客人 还需要预定才行 整个顶层一共只有十六间包房 每一间都各有特点 希望二位能喜欢这里 蜜亚小姐定的是神音厅 就在前面 踩着厚软的地毯 看着走廊两旁 那不知道是谁画的华丽壁画 在金色的宫灯照耀下前行 第一次 叶音竹有了贵族的感觉 神音厅是什么意思 苏拉有些好奇地问道 彩儿道 因为神音厅中安排了神音师演奏 所以取名叫神音厅 我们还有一些 以魔法命名的包间 会有相应的魔法师进行表演 苏拉倒吸一口凉气 让高贵的魔法师 在包间中表演 这已经不能用奢侈二字来形容了 叶音竹此时想的 则是另一个问题 试探着问道 那你们这里的消费高不高 彩儿扑吃一笑 道 堂堂的帝国英雄 难道还在乎金钱吗 刚才是您在外面 出示了米兰红十字顿徽吧 据我所知 拥有米兰红十字顿徽 就代表着米兰皇室 直系成员的身份 是不需要付钱的 叶音竹惊喜地看着彩儿 毫不掩饰得到 原来还有这样的用途 那真是太好了 原本就挺直的腰杆 变得更加笔直了 最担心的问题已经解决 在入口处的一丝不快顿时 化为乌有 彩儿看着叶音竹 那优雅而高贵的面容 笑道 叶子爵 您还真是可爱呢 叶音竹苦笑道 能不能不要用这个词汇 来形容我 我可是男性 可爱用在你身上 似乎更合适一些吧 彩儿微笑不语 此时 她已经带着音竹二人 来到一个房间门口 轻轻地推开门 做出一个情的手势 一开门 扑面而来的是 清新的气息 叶音竹惊讶地发现 房间内的布置 竟然和外面的金碧辉煌 截然不同 到处都散发着 一股清雅的气息 木制的桌椅 典雅的装饰 没有一丝财富的气息 反而极为雅致 来到这里 给她的感觉就像是 回到了飘蓝轩似的 低沉动人的琴音 在房间中回荡着 这个足有数百平米的 巨大房间正面 正坐着一名弹琴少女 在轻轻地弹奏着 看到她 叶音竹立刻就想起了 自己在飘蓝轩工作的时候 顿时感觉这里亲切许多 当然 进门后 还没等她对房间过多的欣赏 就已经被周围的声音 所淹没了 音竹 你可来了 我都饿了 这些天你跑哪里去了 妮娜主任 你应该寄她旷课哦 雪玲还是一脸调皮的样子 叶音竹纹生看去 只见与自己同班的学员们都在 对于这里的环境 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惊讶似的 目光都集中在叶音竹身上 妮娜坐在上手位正微笑地看着自己 而在她身边分别坐着香蓝和海洋 香蓝今天穿得很简单 只是一件粉色长裙 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她那件球皮大衣就挂在一旁的衣架上 而海洋则吸引了叶音竹绝大部分目光 今天的她 显然是经过刻意修饰的 宝石蓝的长裙呈现波浪状覆盖全身 裙装非常保守 只有白嫩如春葱般的双手露在外面 但那蓝色的长裙看上去却极为高贵 其中闪烁着淡淡的银色光点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所作 将她那纤细的腰身完美地勾勒出来 黑色的长发静静地劈散在背后 左右各有一缕垂在肩头 柔顺的黑发像黑绸缎一般光可见人 最令叶音竹注意的 是海洋脸上的那一袭白纱 挡住了眼睛一下的整张面庞 看到这样的她 叶音竹不禁脸色微微一变 难道自己的治疗没有完全成功吗 彩儿并没有跟随叶音竹和苏拉一起进来 房间内另有几名身穿银色长裙的服务员 一看到叶音竹这个主角进来 除了妮娜以外 众女都已经站起身 每个女孩看叶音竹的目光都有些不同 香轮是似笑非笑的样子 而海洋则低着头 似乎不敢看她似的 叶音竹看了一眼身边的苏拉 心中暗道 还好自己是带着苏拉一起来的 要不 真的成了万花丛中一点绿了 妮娅微笑道 忘了叫人在外面接你们了 好了 人来齐了 大家都坐吧 音竹 你和苏拉到这边来 服务员可以开始上菜了 在妮娜的招呼下 叶音竹和苏拉坐在了海洋的下守卫 她刚和众人打完招呼 雪灵已经追问道 音竹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些日子 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一个多月都不见人 我们还想让你指点乐曲呢 叶音竹道 我有点私事出去了一段时间 这不是回来了吗 明天上课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们解决 妮娅微笑道 这些天 大家的努力都不错 现在 雪灵 蓝溪 还有香轮和海洋 基本都掌握了一首 乐曲的情绪融入 其他人还差一些 还要继续努力 今天叫大家来这里 不仅是为了庆祝 叶音竹的归来 同时也是庆祝我们神音戏 即将拥有出头之日 大家今后还要努力修炼 没有达到情绪融入的继续努力 已经达到的 争取掌握更多的乐曲 叶音竹 有些好奇地向身边海洋问道 你们掌握了那首乐曲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错呀 海洋看了叶音竹一眼 她的眼眸 似乎明亮了许多 只是她眼中那种光芒 竟然令叶音竹 有些不敢对视的感觉 是倩女幽魂 海洋的声音很轻 只有她身边的叶音竹 和妮娜主任能够听到 倩女幽魂 居然是倩女幽魂 在印象中 这首乐曲 对于普通人的效果 只是悲伤的感染力 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只有对亡灵生物的效果不错而已 叶音竹没想到 他们居然会选择这首乐曲 是我选的 因为 这是我们第一次合奏时候谈的 你忘记了吗 海洋看着叶音竹的惊讶 用更低的声音解释着 一丝一扬 侵袭上叶音竹的心 她能够明显感觉到海洋的变化 原本的冰冷不见了 但此时的她 却像一只受惊的小鹿 极为羞涩 金色生活的 上菜速度非常快 正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一道道真修佳肴 已经端了上来 对于这些 甚至有些炫目的佳肴叶音竹 实在不容易产生印象 因为 竟然没有一道菜 她能够叫得上名字来 在她心中 对于食物最深刻的烙印 永远是苏拉那次 清晨出去买回的鸡蛋 米娜要了几瓶红酒 每个人都有份 举起酒杯 赞美法兰 来吧 孩子们 在我心中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让我们喝了这杯酒 一起为神音系的未来而努力 赞美法兰 高举的酒杯轻碰桌炎 那如同红宝石一般的酒液流入口中 浓郁的葡萄香带着 略微酸涩的感觉充斥口中 即使是第一次喝酒的叶音竹 也不禁暗暗赞叹 只有苏拉仅仅是纯碰酒液 并没有喝下去 一边吃饭 众人各种话题 几乎都是围绕在叶音竹提出的情绪 融入演奏法之中 看得出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每个人都非常努力 妮娜微笑道 雪灵 你的魔法力达到什么级别了 雪灵 有些得意地道 已经进入成级出阶了 音竹这修炼地方法真不错 我从没想过 自己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 突破赤级高阶呢 妮娜转向兰西 道 你呢 兰西就要含蓄得多了 看了叶音竹一眼 再看看她身边的海洋 目光似乎有些落寞 我和雪灵一样 也到了成级 妮娜微笑道 不错 照这样下去 你们多掌握一些乐曲地画 修炼速度 至少不会比其他戏的魔法是慢了 看来 我们神音戏最大的问题 在这情绪融入演奏法的作用下 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她刚说到这里 脸色一直有些不好看的孔雀 突然道 叶音竹 为什么我的情绪 就无法融入到乐曲之中 这是为什么 叶音竹看了她一眼 道 因为你的心不够静 想要明白乐曲的真谛 感受到乐曲之中真正的情绪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心平气和 我对你的了解不多 但我只能说 你的心不够静 这样吧 明天你演奏给我听听 我们一起来找问题 好吗 听了她的话 一向高傲的孔雀愣了一下 低下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妮娜并没有让大家多喝酒 毕竟绝大多数都是女孩子 至于叶音竹 她的酒量实在不怎么样 只喝了两杯 就有些昏昏沉沉的 英俊的面旁多了一抹红韵 看上去摇头晃脑的 令周围的女孩子们 不时发出逗弄的微笑 苏拉一直安静地坐在叶音竹身边 简单地吃了些东西 这些真凶美味似乎并不能够起她的兴趣 看着她的平静 妮娜不禁暗暗点头 作为刺客系的学员 能够控制着自己如此有自制能力 不大吃 不喝酒 难怪她会如此出色 在这一届一年级的学员之中 除了叶音竹以外 最出名的并不是像马良 常浩 内斯塔他们这些人 而是苏拉 据刺客系系主任所说 苏拉是她见过的 最有天赋的刺客系学员 对于各种能力的领悟和掌握 远远超过了童年龄人 甚至在一次挑战中 击败了五年级的佼佼者 她的斗气在一年级就达到了绿级 这在学院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刺客的所有能力 在她身上展现出来的 都是近乎完美 刺客系系主任 作为一名战师级别的刺客 她都自问没有什么 可以再教导苏拉的了 她似乎只有斗气 还欠缺一些而已 正在大家吃得开心的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起 妮娜皱了皱眉 向身边的银衣服务员道 我不是说过吗 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 服务员也有些莫名其妙 茫然道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了 怎么会有人来呢 外人当然不能打扰 不过 姐姐您连小弟也不欢迎了吗 门开 一名身穿便服的中年人 出现在门外 随行的 还有一名脸色冷硬的老者 看到这个人出现 几乎在座的每个人都站了起来 连妮娜也不例外 因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米兰帝国皇帝 西尔维奥 贝鲁斯科尼 而跟随在他身边的 自然就是帝国元帅 也是米兰帝国第一高手的西多夫了 参见陛下 众人就要下跪行礼 当然 叶音竹是例外的 自从那次在米兰大殿上发生的事以后 西尔维奥就下达了他免贵的命令 好了 大家不用行礼 今天算是家宴吧 也是给阴烛接风的日子 不要那么拘束 你们就把我当成叔叔看待好了 这种场面 西尔维奥大帝显得极为平易近人 神音系的一年级学员们 并不知道香鸾的身份 西尔维奥也并没有和女儿打招呼 而是直接走到叶音竹身边 向妮娜微笑道 姐姐 你可真不够意思 音竹回来这么大的事 居然也不通知我一下 还好我耳聪目鸣 听说米兰红十字顿辉 出现在金色生活 这才找了来 此时 大部分人都被西尔维奥大帝的话惊呆了 除了香鸾和海洋以外 这些神音系的一年级学员 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妮娜主任 竟然会是米兰帝国皇帝的亲姐姐 帝国长公主呢 米亚哼了一声 道 我为什么要叫你 你要是完全听我的 强势一点 说不定就不用让阴烛去冒险了 西尔维奥苦笑道 姐姐 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我要掌管整个帝国 虽然心中万分不愿 但是 那个地方什么样 你还不明白吗 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边说着 她还向自己的姐姐连试眼色 毕竟 叶阴烛逐前往银龙城的事还是秘密 米亚脸色略微好看了一些 毕竟弟弟是米兰帝国 而且 从帝国的角度出发 她也并没有做错什么 淡然道 既然来了 就一起做吧 不过 今天这顿饭你请客 西尔维奥苦笑道 姐姐 你不用这么抠门吧 连我来吃饭也要钱啊 你早就比我有钱了 不如接济我一些好了 看着你这里的生意 我实在太眼红了 我们这条米兰皇家大街 你的金色生活 几乎占了一半的收入 妮娜美好气得道 你想得美 这都是我的私房钱 当初要不是为了支持你的改革 我会拿出自己所有的嫁妆 来开金色生活吗 没让你支持我点就不错了 还来管我要钱 不给 我的钱都是私人拥有 和国家没什么关系 叶音竹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对姐弟在争论利益 她万万没想到 这如此豪华 规模如此宏大的金色生活 居然会是妮娜开的 心中突然升起 几分上当的感觉 妮娜说 让自己用工资来抵账 明显是开玩笑而已 这座金色生活 绝对是日进斗金 她还需要自己纳点钱吗 难怪神音系藏宝库中 宝物众多 而且神音系的各方面待遇 也是所有学系中最好的 原来 妮娜奶奶 才是真正的大财神啊 作者 唐家三少 感谢 明显是 宝物众 宝物众